与神更亲近 第五 敬拜神 谁要这个试一下 牧师说第四 四合五 四合五都很好 这个敬拜这个主题呢 其实对大家来说都很熟悉 用每个礼拜来教会敬拜 但是敬拜又是一个非常 大家不熟悉的一个主题 为什么呢 因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在我们信主之前 原上大家被敬拜 不是我们生活里面的一部分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 我们教会信主的礼拜天 到教会来 然后大家唱歌唱得很开心 那就觉得敬拜可能就是 主日讲到前二十分钟这一个时光 对不对 然后慢慢的敬拜的时候你就发现 我在敬拜的时候 我的心就安静下来了 敬拜可以帮助我们安静心 对不对 然后呢 你会发现敬拜的时候 你有感动 你进入神的同在 你就发现敬拜 带领我们进入神的同在 但是 这些都只是神给我们的感动 其实真正的敬拜 叫做敬拜神 敬拜神 那我自己信主很久了 其实我对敬拜很久很久 我才开始认识 我刚信主的时候呢 我很努力的读经 我很努力的祷告 我带着我的孩子读经 我带着我的孩子祷告 然后呢 我在敬拜里面还会流泪 但是后来我发现 我对敬拜还是非常的不了解 直到有一次 有一次我在Chase Oaks 我们那时候 大概在2009年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 我们Chase Oaks敬拜 我们不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在主堂的一个小教室里面 A4 我们当中可能还有一些人知道这个教室 对吧 很小的一个教室 那一天敬拜的时候呢 我也照常着敬拜神 我就看着那个荧幕上面的敬拜歌曲 我很努力的 一个字一个字 顺着他唱 把这敬拜歌唱好 忽然有一个感动进到我心里面 那感动说 你要唱给我听 你要唱给我听 你知道那个声音进到我里面 对我来说是非常的震惊啊 非常的震惊 为什么震惊呢 因为我已经信主大概六七年了 我每个礼拜来教会敬拜 然后我也认真的唱敬拜的歌 可是我脑子里面从来从来没有想到说 我要唱给神听 这东西从来没在我脑子里面经过 所以那时候我就问我自己一个问题 那我每个礼拜来教会干嘛 我说不是唱给神听 我来教会干嘛 所以 那一个 这个moment对我来说是敬拜的最关键的转折点 你知道我以前在敬拜的时候 我知道在教会就是敬拜神 敬拜神对我来说是一个名词 所以我要给教会敬拜神 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神是一个活的 祂居然在听我敬拜 祂在听 所以这个开启对我的敬拜来说 正是从一个死的变成活的 对我在祷告上面呢 也有很大的一个突破 你知道人不是天生就会祷告的 对吧 你知道在圣经里面门徒怎么跟神说 他说夫子啊 你来教我们祷告 对不对 门徒叫耶稣来教他们祷告 结果耶稣怎么说 耶稣说你们要祷告要这样子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遵你的名为圣 对不对 第一句话就是天上的父 你在祷告的时候是有个对象的 所以对着那个父来祷告 对着父来祷告 其实这句话对我来说 认识了很久很久 然后呢 我也是这样子祷告的 所以我每次祷告我会说 天上的父愿人都遵你的名为圣 但是呢 我那个天上的父 不是对着那个活的神 是对着Bible里面的那一句经文 因为神说要这么祷告 我就这么祷告 我从来没把那句经文拉出来 变成一个活的神来向他祷告 所以当我开始知道我们信拜的神 是一个活的神 那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真的完全不一样 我祷告的对象是对一个活的神来祷告 那我礼拜天到教会来 我们刚刚在这边唱信拜 我们不是唱得很爽 不是就是努力唱 唱得很感动 我们其实面对的是一个活的神 祂在这边听 听我们敬拜祂 你知道这个是一个very different 如果祂在听 祂在感受我们的敬拜 那跟我们就在听对的字幕唱 是不一样的 所以那一次的经验之后 让我对敬拜完全不一样 因为我每次在敬拜的时候 我知道我对的是一个活的神 我眼睛在看着歌词的时候 其实我可以看比亚那个歌词 就不是只看到歌词就停住唱对 而是我知道我后面有一个神在听我唱 所以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第一个重点 如果这个东西你听会了 其实就可以回家了 这很重要的一个点 所以第一个重点 敬拜的对象是神 而且是一个活的神 好 那今天要讲第二个重点 我们敬拜神 神是值得我们敬拜的 值得 你知道敬拜两个字的英文叫什么 Worship Worship其实它是两个字合在一起 它叫Worship Worship是值得给你 叫做敬拜 值得给你 所以我们在敬拜的时候 我们要把我们最有价值的东西给神 这种东西叫做敬拜 但是我们几乎所有的人 我们进到神的家 我们都是从神的爱着手 对吧 所以呢我们来看两张经文 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经文 这个约翰福音3章16节 如果你还没有背起来的话 一定要把它背起来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所以你看神是爱我们 他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怎么样 我们在神的眼里是不是非常有价值 把儿子都赐给我们 那另外一段经文 罗马书5章8节 大家要是要背起来 唯有 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所以我们还是罪人 神为我们死 神这么爱我们 对不对 神爱我们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他的眼中非常有价值 所以神愿意把他的儿子为我们而死 但是呢 我们不能只停在这里 我很有价值 我们一定要从这个价值上面能看到 那个为我们的死的这对神 他是更有价值的 我们要能够看到这个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停在这里 我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 以前有一个 有个王啊 叫做亚历山大大帝 他有一次为父出群 他出群的时候呢 有个乞丐跟他要钱 他说王啊给我一点钱 结果这王呢 就给他一个金币 就他旁边的侍从说 哎王啊不用不用不用 这乞丐也不用给他那么多钱 给他个小钱就够他吃了 就王说什么 王说我给他一个金币 是因为我是王 不是因为他是乞丐 有看到这个重点吗 因为他是王 他给他这个金币 今天我们的神 把他的儿子给我们 当年他觉得我们是有价值 但是我们不能只看到我们的价值 他儿子这么贵重的给了我们 我们要看到他是有价值的 他是有价值的 我们只有看到神 在我们的心里是有价值的 这个时候才是敬拜的开始 敬拜的开始 如果你没有看到神在你身上是有价值的 敬拜还没开始 你知道在耶稣的时代有一个人看到 有一个人看到了 这个人叫做玛利亚 玛利亚看到了 所以玛利亚他做了什么事情呢 他拿了一个 一罐贵重的真纳达香膏 把他打破 然后交在耶稣的脚前 那个香膏呢 在当时 他的价值大概是一年的薪资 所以他这些门徒呢 就说你干嘛花这个钱 这个钱给这个穷人多好 对不对 但是呢 玛利亚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他看到神是有价值的 他可以把最有价值的东西给神 那这个东西叫做敬拜 玛利亚在那个时候敬拜神 但是很多人没有看到 所以我跟大家讲 敬拜是需要被学习的 如果你没有看到神的价值 你就做不出来 所以到了第最后一节 耶稣怎么样 耶稣当然喜悦耶 耶稣很开心 对不对 那耶稣讲了一句话 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 普天之下 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福音 也要述说这女人 所做的是以为纪念 你知道传福音的时候 受益者是谁 受益者当时我们 但是传福音绝对不是 神设计了这么一大套的终点 传福音指日 中间 终点在哪里 终点是你要把这个福音 转换成敬拜 当你得到了福音之后呢 你能不能把它转换成敬拜 这个是神要的终点 如果我们今天 只停在福音上面的话 我们这个福音只走到一半 我们是受益者 但是你要能够看别 那一个爱我们的神 他的价值在哪里 我们开始敬拜他 所以他这边讲说 只要传福音的时候 你都要做这件事情 你一定要把人带到敬拜之中 这个是神的一个目的 那我们再看另外一段经文 再看另外一段经文 路加福音17章 这里讲说有十个长大麻疯的 他们看到耶稣他们说什么 他说夫子可怜我们吧 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 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 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 然后呢有一个人回来 归荣耀于神 又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感谢他 这就是敬拜 敬拜 那这个人是撒玛利亚 那耶稣说什么 洁净了不是有十个人吗 那九个在哪里 除了这个外族人 再也没有别人回来 归荣耀于神吗 就对那人说 起来吧你的信救了你 这段经文其实对我来说很久很久 都是很难解释的一段经文 你知道吗 耶稣医治了十个人 只有一个回来 九个没回来 只有一个回来敬拜塔 九个没有回来 不是九个回来 一个没回来喔 是一个回来而已喔 如果我们在座的 你现在身上有病 耶稣医治了你 你会有什么反应 你一定很感谢他 对不对 不会有一个人说 我不感谢耶稣的 你一定很感谢耶稣 但是重点是 为什么 这个感谢的心 没有办法转换成敬拜呢 这个是我们要去问的一个问题喔 这些人都到哪里去了 这些人没有讲他们去哪里了 但是有一件事情 你们要看到 对那个回来的那个人 回来敬拜耶稣的那个人 耶稣什么啊 耶稣很喜悦 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 耶稣非常喜悦这一个人 所以敬拜这件事情呢 是神非常喜悦的事情 那我们再想想看 这九个人他们这么感谢耶稣 他们都去哪里了 可能喔 这个我们可以猜喔 可能他今天好了 他平常身上都是病好了 赶快回去告诉他的家人 你看我好了 他家人说 谁治好你的 耶稣治好我的 哇耶稣治好我的 他就说 赶快 把你的病 统统带到耶稣面前 他都会治好你 这叫什么 这叫做见证传福音 他们可能到处去做见证传福音 但忘了一件事 在你去做见证传福音之前 你要先回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 圣经上面怎么讲的 圣经里面说 不可少的只有一件 玛利亚选择了那一件不可少的 什么意思 就是他要到耶稣的跟前来 你先到神的面前敬拜他 感谢他 然后再去做神的事故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呢 因为没有真正的知道什么是敬拜 因为神才是那个中心 如果今天啊 今天啊 大部分的教会 不是只有我们 我们教会非常火热 大部分的教会 十个庆祖就是一个敬拜 其他的都去忙别的事情了 你不知道忙什么 带着感恩的心去忙别的事情了 但是如果今天 我们弟兄们听到这个讯息 你把敬拜放到第一位 十个有十个来敬拜 我可以跟你讲 我们教会就要爆炸了 我们教会就真的就开始爆炸了 复兴就会在这里开始了 我们会十倍的速度 在这里成长 十倍的速度 让神更能要 所以第一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敬拜这件事情呢 是需要被教导的 你要知道神喜悦 所以我们要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 好 这是第一个 如果大家都知道 神喜悦我们敬拜 我们也要到神的面前来敬拜 我们怎么向神表达我们的敬拜 敬拜中的表达 这是我们 这个也很重要 你知道我们中国人特别 在表达这上面 我们常常讲一句话叫做 一切敬在不言中 就是我都 你都知道我想什么不用讲了 就是这样子 但是这个敬在不言中 其实对表达爱真的行不通 行不通 如果你今天交女朋友 我们今天有很多年轻的也刚结婚了 你交女朋友你结婚 你怎么样也要带她吃一顿好的吧 对不对 大家去看个电影吧 你不能总把你的老婆 你的女朋友带到教会来吃教会的 对不对 你不能都只吃教会的 这样你就表达不出你的爱 你要带她去外面 对面找一家贵的去吃 而且你要怎么样 你还付钱 你要付钱 对不对 而且呢你知道你交女朋友的时候 你过马路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 你当然要牵着她的手啊 代表你在乎她 你要保护她啊 你不能说你走你的我走我的 我这个很害怕牵你的手 那这样就不行 对不对 如果你是个富二代 你那样子表达爱 都没有人要嫁给你 对不对 所以表达爱实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爱是需要表达的 像我的家庭 从小就是比较传统 就是不表达爱的 所以我妈妈不表达爱 我也从小不会表达爱 所以呢 我们家就是靠做事 靠一切静在不言中 但是有一次 当我上高中的时候 在母亲节的时候 你到学校呢 发给大家一张卡片 就是说 这张是母亲节卡片 你们要拿去给你的妈妈 而且上面要写说 母亲我爱你 哇这件事情 对我来说真的很头大 我从来没有写过 母亲我爱你 我到那边等她等她 她就写不出来你知道吗 就是写不出来 后来我写出来了 拿给我妈妈 这个给你 给我妈妈 那我妈妈说什么 我妈妈说 干嘛给这个东西啊 就是很难接受这个爱 但是你知道吗 那一张卡片我后来就发现 在我妈妈的床头柜 一放放了好几年 她从来没有换 都结灰尘的 还放在那里 所以你说她喜不喜欢 人家想要表达爱 都是喜欢的 只是我们不表达 所以表达爱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不但你要表达爱 你还要用 神喜欢的方式来表达爱 像我 我听过一个最有趣的故事 有一天有个老婆过生日 她的老公给她买一个生日礼物 送她什么 送她一个tour box 工具箱啊 你知道吗 这个老公送她工具箱 为什么送工具箱 因为老公想要一个工具箱 所以就借由老婆的生日 送一个工具箱给她 你觉得老婆会开心吗 当然不开心 对不对 其实我发现 这虽然很好笑 我发现 以前我也犯过同样的错误 我要买礼物给我老婆 我都要觉得 要买一个 我自己觉得 我要先喜欢她才会喜欢 的这一种礼物 所以我常常就买一些东西 我喜欢 后来发现她不喜欢 后来我开始学会了 你要送礼物 你要凭信心 你要送给她 其实你感觉不到 你知道她喜欢 你要用这个方法来做 所以我们呢 对敬拜我们的神 也是一样 要看看神喜欢我们 用什么方式来敬拜她 那我们今天再讲几个 几个敬拜神喜欢的方式 第一个 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她 这是约翰福音 大家很熟悉的经文 时候到了 如今就是了 那真正拜父的 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她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题目 心灵跟诚实敬拜神 但是我今天要 跟大家讲一个重点 心灵跟诚实敬拜神 当我们在这里敬拜神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用我们的口 大声地唱出来 要表达我们对神的爱 为什么呢 很多人会说 不对啊 心灵跟诚实敬拜 我们放在心里面就好了 对不对 我们不需要表达出来啊 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心灵跟诚实 这个心灵在英文叫做inspirit 它不是不代表说放在里面 它是叫做inspirit 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灵来敬拜神 要用灵来敬拜神 因为神就是一个灵 那我们的话语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 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 教人活着乃是灵 肉体是无益的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 就是神 你要知道我们的话就是灵 就是生命 我们说出来的话 这个是耶稣讲的 但是我们也是一样 不是只有耶稣的话是灵 我们的话也是灵 今天我如果 我对我老婆讲说 你今天好漂亮 你今天最近很苗条 好 那我就问你 我刚才讲的话 谁可以拿来给我看 谁可以把我刚才讲的话拿来给我看 摸不到也碰不到 对不对 因为这个话它不是物质界的 它是灵界的 话就是一个灵 我刚才讲的话谁也摸不到 碰不到 但是我讲完之后 这个话进到我老婆的心里面 他开心了 这个话是有用的 它是个灵 他开心了 那回到家他就会对我特别好 这就是话语的重要性 因为它是个灵 它是一个灵 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关于话语的重要性的教导 说怎么样 我们要说造就人的好话 咒诅的话一句都不可以说 为什么 因为你的话是一个灵 是一个灵 你说出来的时候会有效 所以你要知道你的话若是灵 你的话在敬拜神的时候 你唱出来的时候 神是可以听得到的 神是可以听得到的 我们前两周我们在 在读那个经文的时候 有一段很好的经文 我把它放在这里 路加福音1章41节 这里说 以利沙伯听到玛利亚问安 所怀的她就在她腹里跳动 以利沙伯且被圣灵充满 这个以利沙伯肚子里面怀的是十起约翰 那时候玛利亚去拜访她 玛利亚不是一进到房间之后 以利沙伯肚子里的孩子就跳动 不是喔 她是在问安的时候 她一说话的时候 孩子就跳动 而且怎么样 被圣灵充满 所以话语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我们刚刚讲 神就在这间听我们敬拜 我们在唱 我们在唱给神听的时候 你不要觉得我只是唱给神听 你唱出来的时候神听得到 因为我们的话是一个灵 是一个灵 而且神喜悦我们这样的敬拜祂 我们再看一段经文 这段经文是描述耶稣的 他说 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感染山的时候 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 都欢乐起来 大声赞美神说 奉主明来的是应当承受的 在天上有和平 在至高之处有荣光 众人中有几个法医山 耶稣说 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 耶稣说 我告诉你们 若是他们闭口不说 这些石头都必欢呼起来 你看到没有 耶稣是喜悦我们来欢呼的 他们不说 谁说 石头也会跳起来说 所以今天跟大家讲 敬拜的表达 一个 我们开始敬拜的时候 我们要用我们的口 来称颂耶稣 来表达说我们对神的爱 然后这个很重要 就像你要对你的老婆 对你的女朋友 要去表达 一样神喜悦 神喜悦 这是第一个 敬拜中的表达 第二个 敬拜中的表达 第二个表达 感谢跟赞美 我们这边常常在讲 感谢跟赞美 那我们来看两段经文 第一段 当称谢进入他的门 当赞美进入他的院 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 称谢进入他的门 是什么意思 就是当你一感谢神的时候 你就进到神的门 进到神的门 就是进到神的家里面 我们都很想要说 进到神的同在里 对不对 怎么进去 当你一感谢 你就进到他的门 当你一赞美 就进到他的院 就进到他的家里面去了 其实这个是一个最简单 进到神的同在里面 感谢跟赞美 你知道很多时候 很多人喜欢讲负面 就是讲这个负面 这个不好啊 或者叫我孩子不好啊 你常常在讲负面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你就越来越远离神了 你在讲正面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越来越接近神 这个是在 其实不在基督教里面 也是这么讲的 第二段经文 你是圣洁的 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 你看到没 当你一赞美的时候 神的宝座就设立在这里 神的宝座 不仅代表神的同在 还代表神的能力 所以当你赞美的时候 神的能力就在这里 你的疾病 可能就会得到医治 你的这个depress 就会消失 所以感谢跟赞美是一个 是我们在敬拜神的 一个关键的捷径 关键的捷径 如果我们再就有 礼拜六早上参加我们 祷告会的时候 你们就会发现 我们在祷告会的时候 线上祷告会 我们一开始 弟兄姐妹在祷告 我们不是先问大家 你这礼拜有什么 祷告事项123 那我们大家开始祷告 我们不是这样做 我们怎么做 我们会先问弟兄 这个礼拜神在你身上 有什么 作为啊 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啊 有的人 郭牧师可能就会说 今天谁信的主 那我们每一个人在祷告的时候 哇 感谢赞美主 曾在我们当中 有人说 神的疾病得医治了 我们就感谢赞美主 有人可能会说 谁的 在工作上的难关度过了 感谢赞美主 你知道当我们开始 感谢赞美主的时候呢 不知不觉 我们就进到神的同在里面 那时候我们在开始 祷告的时候 很奇怪 大家在祷告的时候 就有一个确句 就是说 我知道神会听 知道神会听 因为我们已经在 神的同在里面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捷径 大家一定要记住 用感谢跟赞美 进到神的同在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 每个礼拜来敬拜神 也是一样 我们要用感谢跟赞美 特别是我们在工作上面很辛苦 工作上面有很多的压力 对不对 我们到这边来敬拜的时候 可能还在想着工作 还在想着这个学校的事情 但是呢 我建议大家 最好是提早十分钟 先到这边那里 坐下来 我们的事情会开始 弹奏这个乐器 我们在坐下来的时候呢 你要想什么 就是感谢跟赞美主 你的脑筋有什么事情 就交给神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等到敬拜的声音 音乐一起来的时候 你已经准备了 你已经在神的家中了 你一站起来敬拜神 你就可以感受到神的同在 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准备的工作 其实就花个十分钟 没有一个准备的工作 常常我们带着疲惫的心 我们好像永远在神的外面 来敬拜神 神在里面 我们在外面 音乐再怎么的想 看人家再怎么的感动 好像跟你没有关系 其实这个诀窍就在哪里 就在你从感谢跟赞美 进入他的门 进入他的愿 所以我就是鼓励大家 找个十分钟来 安静你的心 全心全意的来敬拜神 然后呢 神在这个地方 祂在听我们道 我们敬拜 那敬拜你说 那还有什么其他表达的 你说举手可不可以 举手可以 跳舞可不可以 跳舞可以 你跪下来可不可以 跪下来可以 你什么都不做 安静可不可以 也可以 对不对 所有的表达 所有的表达在圣经里面 有很多很多的表达的方式 最重要最重要的 是你从心里面 发出那个 向神的这个表达 但是当你心里面发生 想向神表达的时候 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我常常提在心里面 我给大家看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 这是大卫 大卫 他迎约会 进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在神面前太开心了 他开始跳舞 开始跳舞 跳舞跳到那个衣服都 衣冠不整 就他的老婆 米甲 就是扫罗的女儿 是他老婆 他见大卫 在他的面前跳舞 心里就轻视他 为什么轻视他 你是王 你还跳舞 对不对 这个东西其实很危险 他是王海跳 他老婆亲家 但是最后 神喜悦大卫 不喜悦米甲 你知道今天我在这个地方 我也可能神感动我 我也可能举手 但我也想 今天我儿子在这里 我女儿在这里 我是个爸爸 不行 我得要保持爸爸的形象 那我就不行 我平常举手 我儿子在这里我就不举手 你知道 这个东西常常是我们 心里面的一个拦阻 一个米甲 住在我们里面 有的时候 今天我带着朋友来 我是教会的高管 我的朋友 我的这个 这个同事 平常在公司 对我很尊敬 那我今天 在这边 我大声唱 我大声拍手 他觉得我做多了 所以我就不敢 所以这个东西 是我们要很小心的 在万王之王 万祖之主面前 你越是敢去表达 神就越喜悦 因为呢 你代表祂是你的王 你说别人 米甲一讲你就害怕 米甲就是你的王 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 我们要勇敢的表达 感谢 赞美 唱歌 敬拜 这是神喜悦的 好 这是神喜悦的 好 我看一下这个时间 怎么样 好 好 这个讲到这个 敬拜 我们今天讲的是 敬拜的开端 大家可能会想 那敬拜的终点 是什么 敬拜的终点是什么 其实刚才卡密尔 给我们读了那一段 敬拜的终点 要在启示录里面去找 刚才我们读了启示录第四章 看一下启示录第五章 敬拜的终点是什么 你看 他说 我又看见 且听见宝座国物 并长老的周围 有许多的天使的声音 他们树木有千千万万 大声说 天使大声说 曾被杀的羔羊是佩德 权力丰富智慧能力 尊贵荣耀 所以天使在敬拜神 我又听见 在天上 地上 地底下 在沧海里 天地间 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 所有的人都说了 所有被造之物 天上地上 但愿 颂赞 尊贵荣耀 全是 都归归座宝座的人 和羔羊 直到永远 而且还有四个活物 在天上的四个活物 说阿曼 还有种召 福福敬拜 这是一个景象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 敬拜的开端 是 我们发现神 值得我们敬拜 那敬拜的结束 就是 我们真的看到 我们在神的面前 所有的事情 我们在神的面前 只能福福敬拜 你会对神 完全的幸福 我们今天 还没有办法 完全的敬拜祂 是因为我们 还没有 完全的 幸福祂 我们还没有 完全的幸福祂 我最后给大家 做一个见证 来结束今天的 这个讯息 我在到这个教会之前 我到这个教会之前 其实我去过很多很多的教会 我想当中 可能也有很多人跟我一样 去过这个附近的华人教会 我几乎都去过了 然后我也去过了 英文教会 我甚至开车子 开一个小时 每个礼拜 到一个教会去敬拜神 所以我心里 想要找一个完美的教会 但是呢 怎么找都找不到 找不到 后来呢 我就待在Chase Box的英文堂 我就待在那边 我待在那边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他离我旧家非常的近 我老婆呢 只要晚上想要出来三个步 走到教会喝个茶 再回到家 走回家 就这么近 所以因为近 所以我们在教会一待 就待了两年 一待就待了两年 你知道那个时候呢 我对神有 我有一个commitment 我每个月 我要对神有奉献 所以呢 我每个月 会把我要奉献的东西 的钱 领到薪水的时候 就把它挪出来 但是呢 我心里面不想奉献 可以确实或不是奉献 为什么 因为我一定要在秋千 哇 这么有钱 不需要我的奉献嘛 根本不需要我的奉献 我不愿意奉献给这个教会 所以我就开始在外面去寻找 有没有比较好的机构 我要奉献给他们 这机构去服侍穷人的啊 像我们刚刚讲 服侍穷人啊 他做的是有意义的啊 我希望哪一天这个 这个教会 这个机构做得很好 因为我奉献给他们 我也是他的一部分啊 我也可以得到 分到他们的荣耀啊 奉献给这个教会 觉得教会太有钱 不缺我的钱 所以我就一直没有把我的钱 奉献给这个教会 慢慢慢慢的 因为我要找一个好的教会 可是找不到啊 其实有一个话怎么说 事实上没有一个完美的教会 如果有的话呢 因为你去了 它就不完美 就是因为 因为你就不完美 找个完美的教会 根本找不到 所以呢 但是我那时候再找 再找 找不到 我就在教会里面待了两年 英文堂待了两年 那时候我 有一次我在开车的时候 因为我要奉献给神的钱 已经堆积很多了 很难受 我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呢 我在开车的时候 我就想到这个问题 我要把钱奉献给神 那时候我刚好 经过Chess Oaks Church 的时候呢 忽然有一个声音进到我里面 他说 你不相信是我把你带到Chess Oaks 你不相信是我把你带到Chess Oaks 那一句话 进到我心里面的时候 真的是把我最深处的 那个东西拨开了 因为我就是不相信 我 甚至一边讲什么 你的钱在哪里 你的心就在哪里 对不对 我钱都不便宜奉献在这里 因为我就不相信 我为什么待在这里 是因为我找到地方去离家近了 我就待在这里 我就不相信是神 但是那个声音进到我里面之后 那一次对我来说 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冲击 我在开车的时候 我就开始流泪 我觉得我向神忏悔 我这个小心 很小心 但是呢 另外一方面呢 我又得到解脱 原来这是神带我来的 虽然我感觉不到 所以我开车开车开车 我回到家里面的时候呢 我不知不觉 我就跪下来 忏悔 但是后来我知道 我那一次跪下来 我不是在忏悔 我是在敬拜神的 你知道吗 当我越忏悔 我就越敬拜 为什么 因为我看到神在我生命中 做的事情 即使我完全不相信 祂带我到这个教会来 祂还是带我到这个教会来 你知道吗 我发现说 原来神在我生命是掌权的 所以我那一次开始 我把我自己的心 真正顺服给神 所以隔天 我就写了一张支票 开头 Chess Ox Church 我就丢到教会里面去 那时候心里就很开心 你知道那一次 当我把支票丢到 教会的信箱的时候 神迹就发生了 你知道神迹发生什么吗 那时候我们家里面 好几 就是我们在服侍的路上 有好几扇门 就一个一个打开 很明显 这个是一个long story 但是有一件事情 我就告诉大家 那一天 我把钱奉献出去那一天 我老婆回家 我老婆说 你知道吗 我们在Chess Ox 英文堂 待了两年 我们都不知道 这边有一个中文堂 而且还有一个中文牧师在这里 公牧师 你知道吗 我已经忘记是哪个礼拜 但是我跟你讲 那天我老婆回来 可能是当周 可能是下一周 我有点忘记 但是呢 我跟我老婆 就站在Chess Ox的中文堂 开始服侍 敬拜到现在 那个门就这样打开了 我们就这样服侍 所以那一次真的让我看到 即使我对神都不认识 我自己在这个教会 我还有抱怨 我还不知道 神为什么没有给我一个完美的教会 其实神早就已经预备好 当神把那个隐藏的东西 打开一点点的时候 其实我们真的看到什么 我们看到真相的时候 我们只有一个感动 就是我们只能跪在地上敬拜他 因为神对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 是这样的精心的设计 是这样的为我们好 圣经里面怎么讲 说凡事要谢人 为什么 如果不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事情 他为什么要 都是好的 他为什么要我们谢人 今天也许 你跟我当初一样 很蛮彷徨 这也是我的教会 或者说我现在身体有一个疾病 为什么神没有医治好 那可能我的孩子远离神 你会问神说我不是你 为什么我的孩子远离神 对不对 或者是你的绿卡还没下来 H1B抽好几次都没有抽中 神你到底怎么回事 对不对 我们有很多的问题 我们可能很想要面对神的时候 可能想要问他到底是什么 但是你要知道 如果那一天来的时候 当神把那个帽子打开的时候 当你可以问的时候 我可以保证 你一句话都问不出来 你就会像我一样 跪在地上 你会发现说 神啊 你对我的计划 早就超过我所求所想 这个东西叫敬拜 当你看到的时候呢 你唯一能做的就是 跪在祂面前敬拜祂 所以今天我们在讲这个敬拜的开端 敬拜的终结 开端 你看到神值得敬拜 终结 完全地符合在祂面前 所以我们现在要怎么样 我们要开始来操练我们的敬拜 因为敬拜是神所喜悦的 神喜悦我们敬拜祂 我们现在就开始做天上的敬拜 开始把我们的困难 不要阻挠我们 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祂 我们再回到刚才 十个被打麻风治好的 只有一个回来 所以不是大家都是天然人 会觉得说我想来敬拜祂 但是你要知道神喜悦我们 来敬拜祂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把我们手上的事情放下来 祂值得敬拜 我把我最宝贵的时间 来敬拜祂 最宝贵的金钱来敬拜祂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 就像我刚刚讲的 我们教会就要爆炸 爆炸 所有的人会在敬拜里面 开始得讨神喜悦 而且你知道神永远不是要我们做一件事情 只有祂喜悦 在敬拜里 在敬拜里你会怎么样 你会真的进入祂的门 进入祂的愿 你会开始感觉到神就在我们当中 如果你今天信主已经信了很多年 你觉得说我好像永远都在原地打转 我可以跟你讲 从敬拜开始 就像那个十个大麻疯的 九个没有回来 我们先回到神的面前来 把感谢归给祂 开始到祂面前 进入祂的门 进入祂的愿 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 如果你是刚信主的 那恭喜你 趁现在开始 把敬拜当作我们第一位 因为我们每个礼拜天来敬拜神 你敬拜神的时候呢 神就向你敞开了 很多东西你就不用在原地开始转 神就向你打开你的生命 就改变了 所以敬拜是最重要最重要的 当你开始敬拜之后 下一步怎么样 我们开始去传福音了 因为呢 这个太重要了 福音太重要了 这么好的神 我要告诉所有的人 今天呢 这个世界会越来越黑暗 我们讲说我们要怎么样 教会要做光做眼 但是我们今天 我们花很多的力去 去爱人去什么 都很重要 但是如果今天 我们的教会所有的人 都在这里敬拜神 你知道外面的人会怎么想 外面的人想说 这是什么样的一位神啊 他们愿意把他们的时间 他们的精力 他们所有的来敬拜他 这个神一定是有价值的神 一定是一个有价值的神 这个时候他们才会来跟随 这一位有价值的神 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觉得 这位神有价值 人家当代要来跟随 这位有价值的神 所以我们今天 我希望这篇讯息 开启大家一个对敬拜的认识 而且我们发现 我也相信我们教会呢 神开始要兴起我们 我们从敬拜开始 十个神都一起来敬拜 我们教会真的就爆炸了 好我们一起继续来祷告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今天 真是将敬拜的真理 带到教会来 主啊我们求祢 喜悦我们的敬拜 也开启我们的心 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将祢放在第一位 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 主啊祢是永活的神 祢是活的神 就祢与我们同在 也感动我们每一个人 让我们经历祢的同在 让我们在敬拜的时候 我们知道祢与我们在一起 我们知道祢喜悦 祢也帮助我们软弱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到祢的面前来 来敬拜祢 当我们敬拜的时候 主啊我们的教会 将要发出一个 不一样的光 心里外人来归向祢 我们也求祢 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 我们身体有软弱的 我们有疾病的 我们工作上面有困难的 我们这个抽签 没有抽到的 主啊 祢来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能够在祢的里面 咨询啊 丰丰富富的一切 我们将荣耀归给主 是访告奉耶稣的领求 Amen 谢谢阿泽弟兄今天给我们讲的 敬拜的开端 其实每一次在 要带领这个回应师歌前 我都会专心的听 今天的讲员讲什么 我try to summarize in one sentence 然后连着我的敬拜的歌曲 可是我今天觉得 一切都在不言中了 我们来敬拜我们的圣吧 请起立 我们一起唱 我的神 我的父 我的胎师 我敬拜你 我敬拜你 你的慈爱 你的慈爱 梦生的慈爱 永远已灵不遍 建立到万代 我的神 我的父 我的拯救 我再美你 你的心事 很久的心事 哈利路亚 因你喜热 我们 是我的力量 荣耀 天在过命中 与你 同行 我要光顾 向你举双手 向你揚身高潮 哈利路亚 你是我的主宰 谁能与我的心相比 我一生向你 我敬拜 我的神 我的父 我一盼使 我敬拜你 你的慈爱 永远你慈爱 永远已离不遍 建立到万代 我的神 我的父 我的拯救 我的拯救 我再美你 你的心事 能救你心事 永远也建立天山 我要光顾 我要光顾 向你举双手 向你揚身高潮 哈利路亚 我要光顾 我要光顾 向你举双手 向你揚身高潮 哈利路亚 向你揚身高潮 哈利路亚 向你揚身高潮 哈利路亚 你是我的拯救 你是我的拯救 哈利路亚 你是我的拯救 你 我要光顾 向你举双手 你是我的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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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也感谢今天阿斯的弟兄的分享 在我们接受了敬拜的开始 以后也请大家怀着这样感动的敬拜的心 来到我们的主日里 现在请大家低头祷告 那么我们台上也会有祷告团队 如果大家有需要带祷的 也可以到台上请他们为您祷告 在祷告结束后呢 也可以到外面去用餐 如果是新来的朋友的话 也是免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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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水 欢迎订 checks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